109 澳門政府新聞中文版 鐵人賽路韓謝H.處路段臨時交通安排 2015年7月17日配合體育發展局分別於7月19日週日 8月16日週日及9月6日週日舉辦鐵人賽 蓮花海濱大馬路部分路段在賽事進行期間會實施封閉交通 澳大河瑞西提馬路巴士站也會暫停使用 呼籲市民和駕駛者留意 因應賽事需要介乎道門大學河底隧道出口與和諧圓形地之間 靠近海一則的蓮花海濱大馬路 上午八時至十時三十分實施臨時封閉交通 介乎海濱圓形地與和諧圓形地之間 靠向生態保護區的一段蓮花海濱大馬路則實施單向交通 即車輛只可有布林匹匹由泳館圓形地往和諧圓形地方向行駛 同時 蓮花海濱大馬路 海濱圓形地及和諧圓形地於賽事 當日上午七時至八時實施有限度通車 上述臨時交通安排分別在7月19日週日、8月16日週日、 實施、而配合賽事前準備工作 蓮花海濱大馬路部分麥錶泊車位則於7月18日週日、8月15日週日、 及9月5日週日、晚上10時至翼日上午10時30分暫停使用 巴士方面,澳大河瑞西提馬路巴士站會在各賽事日上午8時至10時30分暫停使用 期間,22F及55路線需改道行駛 完善停靠之巴士站點則維持不變 交通事務局提醒駕駛者和乘客留意有關交通及巴士路線改動 並遵守路上所設置的臨時交通標誌及服從交通警員指揮 如欲了解詳情,可登入交通事務局網頁 www.tzat.gov.mo